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要为别人付出 为社会回馈 在持继第一堂课就是吃饭走路拿筷子 好辛苦 我是一向来自由自在 横行无际 去上课好像给人家绑手绑脚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有规律的团体 就是我要的了 我喜欢接头目款 因为我拿着那个签箱 我会一直跟人家激共 我们用这个动作能感动到别人 我们自己很开心 我的脚是因为踩刹车 钻到树 躺到那个骨碎掉 虽然走多会痛 但是还可以去做持继 兄姐就会分派一些 我的能力做得到 他们的关怀让我觉得人间有温情 不像我以前的世界 自己利益就好了 持继世界里面都会付出无所求 带给我信心勇气 现在我学会这样去克服困难 我也会用这句话去鼓励别人 我在持继时学会三招 脸皮厚厚 挡大大 信心勇气 这样好分享就去分享 叫你承担 你就敢敢承担 用心去观察 做好的我们就吸收起来 最开心的就是活动 大家都能出来 圆满结束